楊智和曹政真是不打不成相識,打了輪交,還做了朋友。 曹政請楊智再回到他酒店,入到他裏面坐落,叫他老婆和舅兒都來拜見楊智,一面又再擺酒來招待他。 在喝酒的時候,曹政問楊智為什麽事會來這裡,楊智就將自己做祭事塞落了花石江,和現在又塞落了梁忠書的山神江這些事情,從頭到尾都告訴曹政。 曹政就說,既然是這樣,祭事不如就在小人的家住住,以後再商量。 好感激你的口意,就是怕官府追捕到來,這裏不能逗留。 那祭事你想去哪裏呢? 我,我想去梁山坊,找你的師父林教頭。 以前我在那裏經過,碰巧他下山和我交過手。 黃倫看見我們倆一樣好本事,就請了上山仔見面。 所以我這樣才認得你的師父林聰。 當初,黃倫苦苦要留我在那裏,那時我不肯下草。 到現在,自己的臉上又多了兩行金印。 這樣才去投奔他,就很沒人。 所以我還在籌隨著,進退兩難。 是啊,祭事你想得到。 小人也聽人家傳說過了。 說黃倫那個家夥心地很狹窄,不用得人的這樣說。 聽問我的師父林教頭上山那陣,受盡了幾多氣啊。 啊,不如這樣吧。 離開這裏沒有幾遠,就是青州的地面了。 有一座山叫做二龍山。 山上有一間寺叫寶珠寺。 這座山包含這間寺的,只有一條路上去的。 現在那間寺裡面的寺寺還了足,留回頭髮。 留下來的那些和尚都跟著他這樣。 聽聞他聚集了四五百人,打家劫舍。 做頭那個人叫做金眼虎鄧龍。 祭事你如果是有心落草了, 就去二龍山入火就可以安身了。 是啊,既然有個這麼好的地方, 他搶了他來安身立命,豈不是好? 當晚,楊智就在曹政家裡住了一夜。 第二天,他借了錢,拿起撲刀。 和曹政分別了,就賣腳步去二龍山。 走了一天,到埃曼的時候就看見前面有一座高山。 楊智想,就在樹林裡休息一晚,明天才上山。 他進到樹林,咦?嚇了他一跳。 什麼呢?原來見到有個又肥又大的和尚脫光衣服, 背脊上面是似著花瘦的,坐在樹頭頭樓。 那個和尚見到楊智走進來, 在樹頭乃之神像跳起身大聲地說, 喂!你這個臭蟲,在哪裡來的? 楊智聽見他的聲音就想, 哦!哈哈!原來是個關西和尚嗎? 向你來,問他一聲才行。 喂!你是哪裡來的和尚啊? 怎知那個和尚你都不理他, 冒著於蟬像就打過來。 豈有此理你這個光頭佬這麼無禮啊! 好!將你來出一下氣才行。 於是楊智就冒起手上那把撲刀, 跟這個和尚打過。 兩個人就在樹林裡打起來, 鬥了四五十個回合,不分勝敗。 那個和尚賣過破綻, 啪聲跳到圈外,他說, 暫停! 兩個人都收了手, 楊智的心暗暗喝彩。 哈!這個和尚啊! 哪裡來的呢?真好本事, 我才說剛剛打過他。 那個和尚說, 喂! 青棉佬, 你是什麼人啊? 我就是東京祭司養子。 是不是在東京賣刀, 殺了男仔牛耳那個啊? 你不見我面上面刺的金人嗎? 哈哈! 想不到在這裡和你見面啊! 師兄, 你是哪位啊? 為什麼知道我賣刀呢? 我就是賢安府, 老衝經略上宮, 將前軍官, 老提賀。 為什麼? 為因我三拳打死了鎮關西, 去到五台山, 削髮為爭, 人家見我背脊上面刺了花, 都叫我做花和尚, 老自森。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原來是鄉里來, 我在江湖上, 時時都聽聞師兄的大名的了。 我聽說, 說師兄在大上國旨掛單, 為什麼現在就走到這裡呢? 是, 一言難盡啊! 那時候, 我在大上國旨館菜園, 魚鞭那個炮子頭林聰, 被高太衛喊害他, 想拿他的命。 我說勞見不停, 一直將他送到去滄州, 救了他一命。 誰知那兩個額戒警察, 回到東京就告訴高球聽, 說他們剛剛想在野豬林, 殺了林聰, 就被大上國賤老自森救了, 那個和尚, 又一直送到去滄州, 因此就害他不醒。 那個壞臣就生氣死我了, 吩咐大上國旨的長老, 不准我在這裡掛單, 又派人來捉我。 幸好我得到一幫地貓通風報信, 不然的話, 就拎了東西了。 我生氣起來, 一把火燒了菜園那間舊官署, 探了出來, 在江湖上流落, 洞又不著, 西又不著。 有一天, 我經過孟州十字波, 嘻, 差點被那間酒店的女人, 害了我的命。 她用蒙汗藥, 將我麻醉了, 幸好她老公回到來, 見到我這樣的樣子, 又見到我的閃杖和戒刀, 吃了一隻, 馬上用戒肉救回醒我, 問起我的名字, 就留我在她那裡住了幾天, 還替我結拜做了兄弟。 她的兩夫妻, 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來的。 那個男人, 叫做蔡元子張青, 她老婆, 叫做母夜叉孫二娘, 兩個都認真講義氣的。 我在她那裡住了四五天, 打聽到這裡的二龍山寶珠, 才可以安身。 我就故意走到來, 想說投奔她燈籠入火了。 豈有此理呀, 那個家伙不肯收留我, 和我打起來, 又不夠我打, 這樣就將山下三座班口, 全部刪到殺死。 那樹只得一條路上得去的。 那個壞公有得你怎麼罵都好, 死都不肯下來和你打過, 氣到我呀, 現在在那裡沒了收。 想不到在這裡, 就遇到大哥你了。 楊智聽了好高興, 兩個人互相拜了幾拜, 就在樹林裡過了一晚。 楊智將賣刀殺死牛耳, 和壓戒生辰綱, 又失陷了等等的經過, 都長長細細地說了給老智深聽。 他又說是曹政指點距離二龍山的。 楊智就說了。 那現在, 鄧龍既然殺死了一些關口, 我們就無謂在這裡啦。 怎麼才能讓他下山呢? 不如去曹政家裡商量一下先來。 第二天, 他們兩個趕著走回到曹政的酒店, 楊智介紹老智深和他相識, 曹政是連忙擺走款待, 一起來商量打二龍山的事。 曹政說, 如果他真的殺死了那些關口, 別說你們兩位啦, 就算是有一萬兵馬, 都不上得去的。 照這樣看, 只能自取不可力求啊。 老智深就說, 最壞就是那個人的了。 我初初去投奔他的時候, 他沒有請我上山, 只是在關口外面相見而已。 因為不肯留我, 我就跟他打起上來, 那個人的小肚被我一腳踢到井, 將他整個踢低了。 我正說想上去拿他的命, 不過他的人多, 就被他們救了上山, 就關了那些關口, 就任得你怎麼罵他, 他總是不肯下來打。 楊智說, 既然那事這麼好, 好, 我和你幾大都要用力去打, 咦, 就是沒辦法上得去, 愛他不何呢。 曹征就說, 小人有一條雞仔, 不知道兩位說好不好。 楊智說, 你說來聽聽。 小人呢, 就把這位師父的蟾像戒刀都錄著, 叫小人的舅仔帶陸個伙計, 把師父送到山腳, 用條繩綁著師父, 小人是會打會裂的。 祭事呢, 亦都要換個裝束, 打扮成這處附近村莊的裝客這樣, 也同一齊去。 去到山腳, 我們就喊, 說我們呢, 是在附近開酒店的, 這個和尚, 來我們酒店喝酒, 喝到大醉又不肯給錢, 還說什麼, 要去班馬來打你的山仔啊。 我們聽了之後, 就趁他喝醉了酒, 就把他綁起來, 獻給大王啊。 那個家伙聽我們這樣說, 就實放我們上山的嘛。 我們進到他的山仔裡面, 一見到鄧龍, 就把綁師父的活裂一揮開他, 小人馬上把蟾像交給師父, 到時, 你們兩位好漢一起上, 那個家伙還跑到邊樹啊。 那, 如果殺死了那個人, 其他那些人就不敢不服的了。 這條計仔, 你們兩位說怎樣? 盧智森和楊智森一起說, 好仔啊, 妙哉, 妙哉啊。 當晚, 大家喝了一頓酒, 又準備了一些在路上吃的乾糧, 那天五更就起床, 大家都吃飽了早飯, 盧智森把行李包裹都擠在曹政家裡。 那當日, 楊子、 盧智森、 曹政, 帶著舅仔和六七個莊客, 就去二龍山了。 走到下午, 來到那座樹林了。 入到樹林, 除了衣服, 把老智森用繩綁起來打了活結, 就叫兩個莊客緊緊地拿著繩頭。 楊智森戴著一頂遮日頭的草粒, 穿上一件爛布衣, 倒堤著一把撲刀, 扮成一個鄉下人。 曹政呢, 就拿著老智森的膳掌, 其他人都戴著槍棒, 前前後後地圍實。 好了, 來到山腳了。 看看那個關口, 都擺著強腦硬弓, 灰瓶炮石。 那些小樓樓在關口上面, 看見綁了那個和尚, 就飛這麼快地扔上山報告了。 沒多久, 有兩個小頭目上去關上面問, 喂, 你們是哪裏人啊? 來我們這裏做什麼事啊? 在哪裏做這個和尚啊? 曹政就回答他說, 我們都是山腳附近村莊的, 開了一間小酒店, 你這個肥和尚啊, 周時都來我們這間店喝酒的, 喝到冥頂大醉又不肯付錢。 他說要去梁山坡, 叫千多個人來打落這座二龍山, 連你們這裏附近的村莊都搶青幫, 所以小人就用些好酒來請他喝, 換聚了他, 用條繩的將他綁住, 拉到人這裏獻給大王, 表明一下我們村莊對大王孝順之心, 亦除了我們村莊的後患啊。 兩個小頭目聽了這番說話, 寬天喜地這樣說, 好極啦, 你們大家在這裏等一會先下。 兩個小頭目, 立刻上山去報告給鄧龍知, 說做到那個肥和尚了, 鄧龍聽到就高興到不得了, 他大叫說, 拉他上來, 拉他上來, 我要剃了他, 拿了這個東西的心肝來送走, 報仇雪恨啊。 小劉羅得了他的命令, 就把關崖的門打開, 叫做把魯智深拉上來了。 楊智和曹政緊緊地壓著魯智深上山, 看看那三座關, 哎呀, 那是非常險峻的。 那座山呢, 在兩邊環繞過來, 包著這座寶珠寺, 山峰非常之紅壯, 中間只有一條路上關的, 有三座關崖, 重重都擺著雷木炮舌, 硬老強弓, 那腐竹槍啊, 滿密地插住了。 過了這三道關閘, 就來到寶珠寺了, 這間寺有三座墊門的。 前面, 有一塊鏡面這樣的平地, 周圍都是木拆爛為主, 好像城牆一樣。 有幾個小樓鑼站在山門下面, 見到綁了魯智深來了, 都指手橫他這樣打, 你這個突雷啊, 打傷了我們大王, 嘿嘿, 今天都會被人捉住啊, 好啊, 慢慢的一點點割了你。 魯智深聽了, 看肚子那樣偷笑, 都不知哪個割哪個。 他忍住不出聲, 押到進去佛殿, 原來那間殿裡頭, 將佛像都搬走了, 中間就放了一張虎皮膠椅, 整班小樓鑼, 拿著槍棒, 站在兩邊來。 沒多久, 只見兩個小樓鑼, 就扶著鄧龍出來了。 他坐在虎皮膠椅上, 曹政楊智呢, 就緊緊地傍著魯智深, 走到台街下面。 鄧龍說了, 哈哈, 你這個禿雷, 前日踢低我, 踢傷我的小土, 到現在還未曾消腫啊, 想不到今天都會有見我的時候了。 話口未完, 魯智深中對眼一燈, 大喝一聲, 說你水公米酒。 兩個莊客, 將繩頭一吞, 吞掉了活結, 立即鬆了繩, 魯智深在曹政的手上摺過一支禅掌, 符符, 就沒有起上來。 楊智丟了草粒, 看一把撲刀, 曹政就沒有起一條滾, 那幫莊客一起動手, 打上去了。 鄧龍急急想說掙扎, 嘿嘿, 來不及了。 你魯智深當頭一閃像拼過去, 把頭殼劈開成兩邊, 連交易都打爛了。 他手下的流羅, 被楊智幾刀就斬低了四五個。 曹政大叫說, 都來投降, 如果不聽, 含難處死? 嘿呀, 自前自後五六百個小流羅和幾個小頭目, 嚇到傻了, 就只有投降了。 跟著, 就叫人將鄧龍幾個的屍首, 抬去後山墳化了, 一邊又去茶點倉庫, 整頓房屋, 再去看一下自後面有幾多物件, 然後才開飯吃。 從此, 魯智深和楊智做了山寨之主, 就照例擺酒慶賀。 那些小流羅全部歸行, 仍然切幾個小頭目來到率領。 曹政辭別了兩位好漢, 帶著幾個莊客下山回家, 這些就不講字了。 現在說回押問, 山神江的老刀館和那些雙禁軍, 一路拼命地走, 就趕回北京, 回到梁宗書府, 一直進入大廳, 齊齊跪下請聚。 梁宗書不知東班, 就說, 啊, 你們一路辛苦了, 難為了你們了。 咦? 楊提核呢? 從哪裏來啊? 相公啊, 不要提他了, 這個人啊, 是個大膽忘恩的賊啊。 自從離開這裏十幾日之後, 有一天, 走到黃泥江, 天熱得很厲害, 就在那個樹林裡休息了。 怎料楊智和七個賊佬打同通, 叫他們扮成賣紅組的客廂, 如先推了七架雞工車, 在樹林裡等著, 又叫一個男人, 擔住了一口酒上來山江, 我們當時買了他的酒飲, 嗯, 被那個人用蒙汗藥麻醉了, 又用繩子把我們綁緊, 那楊智和那七個賊佬, 就把山神江珠寶和行李, 全部裝上雞工車, 劫走光了, 小人已經去了當地濟州府報了案, 留下兩個魚猴在聽後消息, 小人等著星夜趕回來報告給恩上知啊。 梁忠書聽到我大吃一驚, 你這個賊佩軍, 你是個犯了罪的監犯, 我一力抬舉你成人, 居然你做出這麼忘恩負義的事, 我如果逐到你, 就要將你碎絲萬短。 梁忠書馬上叫你來, 寫了一封文書, 派人星夜送去濟州, 又寫了一封家信, 也派人留夜送去東京的報告給太師知道。 去到東京, 見到太師, 呈上了那封信, 蔡泰斯打開來一看, 大吃一驚, 嘩, 你這幫賊佬, 膽大包天啊。 去年, 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他, 到現在還未破獲, 今年又來打劫, 這樣還得了呢? 蔡泰斯當堂簽署了一封公文, 派一個虎幹, 親自帶去濟州, 明明虎吟要立即破案, 逐難這一幫賊人等著回報。 現在講講那個濟州虎吟, 他自從收到了北京大名虎劉手師梁忠書的公事, 天天都商量不行, 正在仇滿著。 這一天, 門利黎報告說, 東京太師傅派了個虎幹來到, 說有緊急公民要見上公。 哎呀, 糟了, 實在是生神光的事了。 虎吟立即升堂, 和虎幹見了面就說, 這件事呢, 下官已經收了梁府如侯送來的訟, 又已經派了七部人員去查, 知道現在還未有終職。 前幾天, 劉手師又派人送公事來, 下官立即加派兵馬和緝部觀察, 限期限刻要他們破案, 不過還未破獲。 如果一有什麼動靜消息, 下官一定親自去上府報告。 小人是太師的心腹, 現在奉了太師的命令, 來這裏要那幫賊人。 臨行的時候, 太師親自吩咐, 叫小人來到濟州, 就住在周衙門, 等著上宮要捉拿這七個賣紅組的, 和那個賣酒的, 還有那個在途軍官楊智, 是總共九個賊人的正身。 限期十日之內要全部捉到, 派人押戒去東京, 如果十日還捉不到這幫賊, 那就小不免要請上公你去沙門島走一趟。 到那時候, 那時候, 小人也很難回到太師府了, 為一條命都不知道會怎樣。 上公如果不信, 就請上公看下太師這張命令。 那個賦人說, 如果抓不到那幫賊, 就要請府運去沙門島走一趟。 那沙門島是從哪裡來的呢? 沙門島是在山東、蓬萊、西北邊、大海中間的一個小島, 在宋朝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非常荒涼、偏僻的地方來聽到都怕。 沙門聽過府幹講完, 又看了太師的命令, 藝坊到藤藤鎮, 立即就叫七部人員禮。 只見台街下面有個人敬了個禮, 認了一聲, 站在門簾前面。 府運就說, 你是誰呀? 小人是三刀七部士神何圖。 是, 黃泥江劫去那些生神江, 這件案是不是你管的? 是, 小人自從領了這件公事, 日夜都不敢睡覺, 派了眼明搜拜的警察, 去黃泥江一帶搜查追捕, 雖然受過幾次責罰, 到現在還未見終職, 並非小人有意怠慢, 實在是出於無奈。 雲將, 上不僅則下萬。 我自從俊士出身, 一路做官做到這首一郡諸侯, 非同容易呀。 現在, 東京太師府派了一位苦幹來到這裏, 帶來太師的命令, 限十日之內要報獲各賊正身, 全部借去東京。 如果誤了其限, 我不僅止要罷官, 還要拉去沙門島走一趟。 哼, 你是個七步士神, 你不用心盡力, 一定是累死我。 我先將你這個傢伙, 跌配去遠俄郡州, 連眼都飛不到這麼遠的地方才行。 接著, 就叫了個文不像禮, 當堂在河圖發面書, 刺了跌配什麼什麼州的三個字, 州名那裏是空著的。 傅問說, 河圖, 你如果捉不到這幫賊, 我就判你重罪, 決不搖鼠。 好了, 河圖領了命令, 出了大堂, 回到屍臣房, 匯集那幫警察來到機密房裡商量公事。 那幫警察, 你望我, 我望你, 像賤穿眼淚, 勾搭魚塞, 聲音都不聲音。 河圖就說, 你連這幫人, 平時都在這裏賺錢, 到現在這件事難噎了, 就沒有個開聲, 喂, 你們大家都要可憐一下我面上刺那些字, 可不可以? 那些人就說, 觀察, 人非草, 好木, 小人等, 怎會說不明白呢? 這幫賣紅組的客廂, 實在是外地不知道哪處深山抗野的賊人來, 劫了那些珠寶, 現在都怕回到自己的山寨快活緊了, 還捉得到嗎? 就算是知道了, 亦都是望下的。 你這幫警察還沒說這番說話之前, 河圖的心不過只有五分煩悶, 一聽了, 又加多五分煩惱。 他搬到家裡, 黑起白臉, 瘦瘦悶悶, 他老婆就問了, 丈夫, 你今天為何會這樣? 好樣的。 唉, 你都不知道, 前幾天, 苦運叫我去破一個案, 維恩在黃泥江那裏有一幫賊, 打劫了梁忠書, 送給他外父蔡泰絲賀壽的金珠寶貝, 總共十一膽, 都不知道是被什麼人打劫了去。 我自從領了這件公事, 到現在還沒破獲, 今天去衙門轉閑, 怎知泰師傅又派了個苦幹來, 等著要逐這幫賊佬借去東京我。 苦運問我賊佬的消息, 我回覆說, 沒有線索, 還沒破獲, 苦運就在我面書, 你看看, 刺了蝶貝什麼什麼州幾個字, 就是還未曾填去邊書的, 唉, 看來這人一定沒命了, 哎呀, 哎呀, 那怎麼算好啊, 那怎麼得了呢? 何圖兩夫妻正在說, 她的弟弟何清黎探望他大哥, 這個何清黎也說, 嘿嘿, 說件緊要的事情出來, 不得了, 何圖兩夫妻正在說, 說太師傅派了人來, 吹著要逐賊, 這賊又逐不到, 哎呀, 心煩到死, 這個時候, 她的弟弟何清來探望他大哥, 何圖一見他的面就說, 你來做什麼啊? 你不去賭錢, 走來有什麼事啊? 何圖的老婆就很醒目, 他連王揚了一隻手說, 阿叔呀, 你來吧, 你來廚房, 我有話跟你說啊。 何清就跟著他阿嫂去廚房坐落, 他阿嫂拿了幾碟菜, 又在意了些酒請何清喝, 何清就說, 大哥真是會欺負人, 我硬不忠用也是你的親兄弟啊, 唉, 你硬發達, 硬叻啊, 也不過是做了個緝步觀察而已嘛, 就算是請我坐在一起喝杯酒, 那你好收家嗎? 阿嫂, 你不知道的了, 你大哥呀, 好憂心啊, 以後的日子不知道怎麼過呢? 嘩嘩, 他日日撈這麼多油水去了邊, 有的是錢和米, 誰又說不過得他? 你不知了, 阿嫂, 前那陣子, 唯一在黃泥江那樹有一班賣紅棗的客廂, 打劫了北京梁忠書, 和他外父塞泰師賀壽的三辰綱, 現在濟州虎穩, 奉了泰師的命令, 限期十日之內, 要逐些賊界去東京和, 如果逐不到, 就要賜配去遠鶴君州, 你不見大哥的臉書, 刺了蝶蝶蝶蝶蝶的幾個字嗎? 就差未曾填什麼地方的, 真可憐啦, 你說過幾天還逐不到, 殺要受苦的啦, 那你說, 他還哪有心機和你喝酒呢? 我見他這樣, 才叫你來等你自己喝幾杯呢? 他悶了好久的啦, 阿叔你不要拜他呀! 嗯, 我都聽人家約約網, 沒這麼說過一下, 說有賊結了那些生辰綱, 在哪兒地面呀? 只是聽說在黃泥崗上面而已, 是被什麼人劫了去的嗎? 唉, 阿叔, 你又沒有喝醉酒? 先頭我不是說了嗎? 是被七個賣紅組的客廂打劫了去嘛! 哈哈, 哈哈, 啊, 原來是這樣啊! 都知道了是賣紅組的客廂了, 那還悶什麼呢? 還不派那些精靈仔細的人去做? 阿叔, 你又說得好聽了, 去哪裏捉呀? 阿叔, 你用什麼憂心呀? 大哥放著整班時常來往的酒肉朋友在這裏, 哼, 這親弟弟呢, 平時就採都不採下, 今天有事了, 還叫沒有訂竹呀! 如果話聲給個弟弟知道, 讓他賺幾罐錢洗下, 區區幾個小賊, 有什麼難做呢? 咦? 阿叔, 你好像知道那些洞露似的! 哈哈, 等到大哥臨危無命的時候, 我就有辦法救他了, 好了, 多謝了阿嫂, 我走了! 阿叔, 你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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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兩杯吧! 何圖老婆聽他叔仔的說話, 說得那麼倒極, 就連忙說給他老公聽了, 何圖立刻叫他弟弟過來面前, 陪著他笑臉說, 好兄弟, 你既然知道那些洞露似的去向, 為何不救我呀? 我哪裏知道呀, 先頭我是跟阿嫂說笑而已, 我怎麼有本事救得大哥你呀? 好兄弟, 不要計較那麼多, 你只是想一下我平日的好處, 就不要記住我平日的壞處, 救下我的命呀! 大哥, 你手下眼明手快的警察, 至少都有二三百, 有他們和大哥你出力分憂就行了, 量我一支工, 怎麼救得大哥你呢? 兄弟, 你不要說他們了, 聽你的血話是有門路的, 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等別人去做了好漢撈粗事就不妥了, 好兄弟, 你說些事給我聽一下, 我有事補答你的, 你說出來, 讓我寬心就好呀! 嘿嘿, 我有什麼線索呀? 我真是不知道的了! 你不要激我啦! 你看就同胞共母的份上, 說我聽吧! 不用方的呀,大哥! 等到不行的時候, 弟弟自然會來出一下你, 逐這幫賊仔的了! 何圖老婆就說了, 阿叔呀, 你面對兄弟情分, 救下你大哥啦! 唉, 現在太師有令下來了, 馬上要做這幫人, 天這麼大件事了, 你還說他們是賊仔呀! 阿嫂呀, 你都知道的啦, 只是為了賭錢, 我被大哥罵過幾多次呀! 這樣, 任他怎麼罵都好, 我都未曾跟大哥爭吵過半句呀! 哼, 平時有酒有肉, 只會跟別人去快活, 今天也知道弟弟有些用的啦! 嗯? 何圖聽見他的說話是有點來頭的呀! 立刻拿了十兩銀出來, 放在桌上, 他說, 好兄弟, 你先收起這些銀, 日後抓到賊仔, 金銀籌斷賞賜我一力包辦! 哼, 大哥真是急時抱佛腳, 閒時不消鄉呀! 我如果要你的銀, 人家就會說我做弟弟的勒索大哥啦! 你收起他啦, 不要拿來哄我啦! 你如果這樣, 我就不說啦! 既然現在你兩夫妻都跟我說回好話啦, 我就告訴你, 只有她就不要拿銀出來嚇我啦! 何圖就說, 那銀都是官府打賞的, 你不要推, 收掉它! 我問一聲你, 這幫賊, 真是從哪裡來啊? 何清拍的大腿說, 這幫賊呀! 我都逐住在個袋裡來了! 什麼呀? 為什麼你說那幫賊, 就從什麼袋裡來呢? 大哥, 你不用理我那麼多, 總之從我這裡來就是啦! 你收起的銀, 不要拿來哄我啦! 平時代我好就行了! 唉, 都說啦! 那些銀是官府打賞的咯! 不是我拿來哄你的! 你收起它! 收起它! 以後還有重賞! 好兄弟呀! 你說下! 那幫人, 為什麼會在你的袋裡呢? 只見何清不方不望, 在身邊掛著那個招紙袋裡, 即是公事包子裡的東西, 掩著一個紙摺出來, 指著一個紙摺說, 來! 你這幫賊人都在裡面啦! 噢! 你說啦! 為什麼會寫在裡面來呢? 我老實說你也知道啦! 前幾日, 我賭輸了, 一個錢都沒有, 有個賭客帶我去北門外十五里那裡有一條村, 叫做安樂村, 在那裡有一間皇家客店, 平時也有人在那裡開賭的, 現在官府有公事下來了, 說凡是開客店的, 都要立一個賊, 上面還要給官府大印的, 晚上有客商來住宿, 都要問他, 在哪裡來的, 要去哪裡, 姓什麼名什麼, 做什麼賣賣等等, 就將這些東西都寄了一本賊來, 官府是要查對的, 每個月的錢去李政那裡審核, 那麼那個小二哥就不識字, 就求我幫他抄了半個月, 那日, 是六月初三, 有七個賣紅棗的客商, 推著七架雞公車來住客店, 我認得其中為首的客商, 他就是運城縣東溪村的調寶城, 我為什麼會認得他呢? 這樣的, 以前呢, 我曾經跟一個賭友去投奔過他, 所以我就認得他了, 那我當時在那裡寫了, 就問他, 我說客觀高姓啊, 那樣, 他都未曾開聲, 就有個面口白白正正, 三樓鬍鬍的人搶著過來回答我說, 我們姓李的, 在浩州來, 找些紅棗去東京賣, 我雖然當時照樣寫了, 但心就很思議, 第二天, 他們就離開了, 店主帶了我去村市找人賭錢, 走過三叉路口, 看見一個男人擔了一口桶, 我就不認得他, 店主叫他, 咦, 白大郎, 去哪兒啊? 那個人就回答他說, 有口桶, 單入村去那些財主家賣, 店主就跟我說, 這個人就叫做白日暑白省, 也是個賭客來的, 當時我就記住在深黎, 後來, 聽見那些人含含聲地說, 在黃泥江上面, 有一幫賣紅棗客箱, 用蒙漢藥麻醉了的人, 劫了生神光走啊, 我想了, 不是朝保證還有誰啊? 喏, 現在你逐到白省, 一問他就知道了, 這本紙摺仔是我抄的副本, 何圖聽了, 高興到不得了, 立刻就帶來何清, 一直來到周衙門去見府運, 婦運就問他說, 那件事有些下落沒有啊? 哎呀, 上公啊, 有些下落啊! 婦運聽聞說有個下落的, 立刻就帶了他們進去後堂, 長長細細地問清楚了, 得法咯, 馬上派了八個警察, 跟著何土何清, 留夜趕去安樂村, 叫那個店主人做眼線, 一直就走去白省家, 去到白省家的時候呢, 只是半夜三更, 何圖叫店主人哄他開門, 點燈, 咦? 只聽見白省躺在床上捱捱聲啊, 問他老婆什麼事啊, 說他是發燒, 未曾焗出汗啊。 何圖他們不理那麼多, 將白省在床樹上秤了起來, 見他臉色紅紅白白, 便說是有病啊, 立刻就用繩來扎起他, 喝他說, 在黃泥江上面做得好事多了你。 白省幾大都不肯認, 又將白省老婆都綁起來, 也不肯招認。 那麼那幫警察就通屋那麼差, 要找些裝物啊, 找到床下底, 見到地面凹凸不平的, 就在雪挖下去了。 挖了不到三尺深, 嘩! 那幫警察大喊一聲。 白省當場面如土色, 原來真是起了一大包金銀出來。 何圖他們連取中條布, 包緊白省的頭, 帶上他老婆, 抬著裝物, 留夜趕回濟州城。 入到城, 剛好是五甲, 就將白省押去大堂, 追問他誰是主謀了。 白省一味這麼抵賴, 死都不肯供出朝保政那七個人。 吳昭公就打了, 當然是, 連氣打了三四餐, 打到他又皮開肉棧的鮮血碰流。 夫婚渴說, 主謀就是運城縣東溪村朝保政。 你這個家伙還想抵賴? 你快點說, 那六個人是誰? 你快點說我, 說出來就不打你, 說! 其實夫婚這樣說, 是靠狀的, 白省就熬了一會兒, 頂不住了, 被夫婚這樣嚇, 終於公認說, 迷手的是朝保政, 他和六個人來約我, 幫他擔走, 我實在是不認得那六個人的。 夫婚說, 這一點就不難, 只要抓著朝保政, 那六個人就有下落了。 審完, 就用一面二十斤重的死家, 加了白省, 白省的老婆也鎖了, 押去女奴坐牢。 接著, 婦運簽了一張公文, 派河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警察, 送去運城院, 要求運城院立即抓納朝保政和六個不知聖明的盜察, 同時, 帶著當日押戒生辰綱那兩個餘侯去, 讓他們認人。 何圖是個老爵, 他怕走漏消息, 他帶著那群人毫不張揚, 靜悄悄地出發。 趕過運城院之後, 他將那群警察和那兩個餘侯都藏在客店裏面, 不讓他們露面。 何圖自己呢, 就只是帶著徐蟲, 就走去運城院衙門, 準備送公文了。 當時是自排時分, 即是十點多鐘上下, 剛剛知院下早班, 所以院衙門前面靜悄悄。 何圖唯有走去院衙門對面那間茶坊, 坐下喝杯茶等著, 喝了茶, 何圖就問過茶博士說, 為什麽今天衙門這麽靜悄? 呵呵, 知院上工剛剛散了早班, 所有辦公人員和告長的都回到食飯未來。 今天院衙門裏面, 不知是哪個壓師籍人呢? 你看, 今天籍人的壓師來了。 何圖跟著茶博士的手看過去, 只見衙門裏面有個辦公人員走出來。 這個人, 三十多歲, 姓宋明江, 表致功名, 排行第三, 是運城院宋家村人士。 因為他長得面黑身矮, 所以人人都叫他做黑宋江。 又為因他, 為人非常孝順, 像義梳才。 所以人人又都叫他做孝義黑三郎。 他媽媽一早就過了生, 現在只有父親在家裡。 他還有個弟弟叫做鐵線子宋青。 宋青跟他父親宋太公在鄉下無農, 守住多少田地過日子。 宋江自己就從運城院做壓師。 他對於打官司、寫訟詞等等都十分精通, 對官場的事務非常純熟。 平時又喜歡學一下槍棒, 也都學會了幾樣武藝。 他平生最好結識江湖上的好漢。 但凡有人來求奔他, 高也好、低也好, 沒說不接待的, 倒留在自己家莊處食宿, 整天陪伴著都沒有厭煩。 如果是要離開了, 用盡力資助勞費使用。 有人求他借錢, 從來沒有托手爭。 你說有什麼官司糾紛我, 找他幫忙解決, 他當然盡力而為, 能夠救你就救你。 平日, 時時他都做好心, 施捨棺材醫藥, 周制貧苦人家。 因此, 在山東河北都聞了名字, 都稱他為及時雨。 當時宋江帶著一個徐寵, 從遠衙門走出來, 河圖立刻走前迎上去說, 押屍, 請到茶坊喝杯茶。 宋江見他是個官府人員的打扮, 連王答例說, 鑽兄在哪裡? 請押屍到茶坊坐下, 喝杯茶。 有幾句說話要跟押屍說。 好,請。 兩個人走進去茶坊坐下, 帶來的徐寵, 就叫他們在門外等候。 宋江問他, 請問鑽兄貴姓? 小人是濟州府七部士臣何觀察? 請問押屍高姓大明? 有眼不惜觀察, 請多多原諒小利姓宋明江。 何圖一聽見貴低就拜話, 九文大明, 只是無緣結識。 不敢! 不敢! 觀察請上座, 哎呀! 小人不敢! 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 又是遠來之客, 請! 請! 兩個人謙讓了一輪, 宋江就坐主位, 何圖就坐客席。 宋江叫茶博士沖兩杯茶來, 喝了茶, 宋江就問, 觀察來到閉院, 不知上司有什麼公務呢? 實不相瞞, 這次來到閉院, 是為了幾個很緊要的人。 是不是有關賊情的公事? 這裏有封密封的公文, 請鴨師幫忙? 宋江曼, 觀察是上司派來捉拿盜賊的人, 少來理應盡力, 不知這件賊情是怎樣的呢? 雅師, 你是管這些事的, 跟你講下也不妨, 是這樣的。 帝府管日下有一個地方, 叫做黃泥江, 有一幫賊, 總共八個人, 就在黃泥江, 將北京大名府梁忠書, 派去送山神江給蔡太師的軍事一十五個人, 用夢漢藥麻醉了, 夾走了十一口珍珠寶貝, 總計十萬罐贓款。 現在, 已經逐到重拆一名, 叫做白星, 他公認說七個政策都在閉院來, 最近, 泰師府特意派到一個府幹, 住在閉府來, 等著要破這個案, 希望鴨師多多協助。 當然, 當然, 不要說泰師的吩咐, 就算是觀察你送公民來繞, 敢不去逐來交給觀察嗎? 不知白星公認那七個人叫做什麼名? 可以告訴鴨師你聽, 是桂園, 洞契寸, 朝保證為首, 還有六名重拆, 不知姓名, 勞辦鴨師你貴心。 宋光聽到, 嚇到一大驚, 他想, 哎呀, 趙蓋是我的心腹弟兄, 他現在犯了迷天大罪, 如果我不夠他, 一續了他, 就沒有命了。 呢? 宋光即是宋光, 他心驚蠻驚, 他還這樣說, 是趙蓋呀! 哼, 趙蓋這個家伙, 蘇來非常奸搞, 本願的人, 上上下下, 沒有一個不爭他的, 現在搞了這件事出來, 又得他受的了。 那就勞煩鴨師, 你辦妥這件事來, 沒緊要, 這件事容易, 正所謂, 雲中族別手道拿來, 不過這樣, 這封密封的公文, 必須觀察你自己親自交換才行, 等本官看了, 就可以當堂下令派人去抓, 小莉怎麼擅自拆開呢? 這件公事非同小可, 千萬不能夠洩露出去, 沒錯沒錯, 押士高見, 那就勞煩押士你帶我去, 行, 不過本官處理了整朝的事務, 去了休息, 官察稍微等一下, 等待星同辦公了, 小莉再來商請, 那好, 希望押士千萬幫忙, 不要這樣說, 這些都是小莉該做的事, 觀察清在這兒坐下先, 小莉現在要回去韓社一轉, 交代家務就回來了, 押士請便, 小弟就在這兒等候了, 宋剛起身走到門口, 就吩咐過茶博士說, 這位官人如果還要喝茶, 就上完我掃呢? 宋剛離開了茶坊, 就步步赤漆地趕回住宿的地方, 他吩咐過徐寵, 他叫藉師在茶坊門口等著, 告訴他, 如果知院升堂辦公了, 就進去茶坊跟何圖講, 叫他不用心急的, 押士就來了, 趁他稍微等一等了, 等我隨從去了, 宋剛避好馬, 由後門出去, 拿起馬邊, 咻聲上了馬, 但是呢, 又不要獻出慌張了, 還是枝枝悠悠, 急急迫迫地慢慢走出了遠城, 一出了東門, 立即打了兩邊, 那隻馬就放開四題, 飛地跑去東溪村, 不用半個時辰, 就來到潮海家, 莊客見到宋剛騎馬趕到, 就立即進去通知了, 正是義重輕他, 不義財, 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聞官府過於賊, 應為之交放賊來。 這一日, 朝開正說和吳勇、 公孫省、劉堂他們三個人, 在後花園葡萄樹下飲酒, 這個時候, 阮家三兄弟已經分了錢財, 回到石蝶村, 喝喝酒, 朝開聽見莊客來報告, 說宋壓師來到門口了, 朝開就問, 有多少人跟著來? 宋壓師只是一個人來, 說急著要見保證。 嗯, 當然有事了, 朝開即刻出去迎接, 宋剛敬禮, 拖著朝開的手, 走進去旁邊的小房間裡。 朝開問他說, 那知為何來得這麼方方茫茫的? 哎呀, 大哥,你還不知道? 我們心腹兄弟, 我現在判了一條命來救你呀。 咦? 甚麼事呀? 大哥, 現在黃泥江的事, 穿了煲了, 咦? 百姓已經被官府逐了, 困住在濟州的監倉裡了。 他供了你們七個人出來, 現在, 濟州府派了一個七部叫做河桶, 帶著一班人, 奉了太師父和本州的命令, 來抓你們七個人呀。 壞兄弟為首呀。 幸好這件事, 壞正在我的手上。 我就推他說, 知縣睡了, 叫他們在縣衙門對面那間茶坊裡等我。 我就飛馬趕來, 告訴大哥你聽, 三十六計, 走為上計呀大哥, 現在還不快點走呀, 還等些甚麼呀? 我現在回去, 帶他去見知縣練教公民, 那麼知縣沒見我, 就會派人漏夜趕來的了。 你們不要擔心了, 有甚麼疏忽就不得了, 那時候就不要軟小弟不來救你了。 賢弟, 你的大恩難報呀。 大哥, 你不要說那麼多了, 快點準備走老闆呀, 千萬不要拖延呀。 我現在回去, 我們七個人, 其中三個是軟小二、 軟小五、 軟小七。 他們已經分到錢財, 回到石蝶村了。 後面還有三個人, 我和賢弟去見他們一面。 好呀。 於是, 潮蓋就帶著宋光去到後花園, 潮蓋介紹說, 你三位, 一個是吳學狗, 一個是公孫勝, 是繼州人來, 一個是樓堂, 東路州人, 介紹完宋光說聲道對不起, 失陪了, 就告別了大家, 出來莊門口, 上了馬, 打了兩邊, 就飛這麼快地跑回軟城。 宋光扯了之後, 潮蓋就和吳勇、 龔孫勝、 樓堂三個人說, 你們識不識得先和我帶來和你們見面那個人? 吳勇說, 是誰來呀? 為何方方茫茫地走了呢? 潮蓋說, 你們三個還污水水呢? 如果今天不是他來, 我們這條命就凍過水了。 蛤? 難道酒樓到消息那件事串了煲? 那不是, 幸好多得這個兄弟, 他判了這條命走來和我們報信, 原來, 百姓已經被人逐早運在濟州監倉來, 他供了我們七個人出來, 那濟州府呢, 就派了個七部河官賊帶了一班人, 奉了泰司的命令, 督促運城縣, 馬上要捉拿我們七個人。 好在他哄著那個河官賊, 在茶坊裏面等他, 他就飛馬趕來報個信給我們知道, 咧, 現在他回去了, 他一送公文給縣官, 馬上就會派人漏夜趕來捉我們了, 那我們怎算好呢? 吳勇說, 哎呀, 如果不是得這個人走來報信, 我們就會被人家一網打中的了, 對了, 這位大恩人高姓大明, 朝蓋說, 他就是本願鴨師, 呼保二送綱, 吳勇說, 平時只是聽聞鴨師的大明, 都未曾有機會見面的, 雖然彼此住得那麼近, 就是沒有遠難得見面, 公孫勝和劉堂一齊說, 是不是江湖上傳說那個及時與宋功名, 朝蓋鴨額頭這麼說, 沒錯, 就是他了, 他和我心腹相交, 結義兄弟, 四海之內名不虛傳, 不枉我結義了這個兄弟, 對了, 教授, 我們事在危急, 現在怎麼好呢? 吳勇就說, 慶長不用商量那麼多了, 三十六計, 走為上計, 前頭送鴨師都說我們走為上計, 這走去哪裡好呢? 我已經想錯了, 打好福稿的了, 現在呢, 我們將財物收拾好, 分成六七淡來搭, 一起扔去石蝶村三縣家裡, 現在, 要快點派一個人去, 說聲給他們三兄弟知道, 朝蓋就說了, 嗯? 三縣是個打魚人家, 怎麼招得我們十幾個人那麼多? 吳勇就說了, 兄長呀, 什麼一下子那麼猛呢? 在石蝶村, 一步一步走近過去, 就是梁山坡了, 那些官軍說去逐賊, 哼, 靜眼都不敢望下他們呀, 如果追得緊, 我們就一起去入火! 朝蓋他們商量走路, 吳勇就主張先去石蝶村, 追得緊, 就扔去梁山坡入火, 朝蓋說, 這一條是上賊, 就是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 不用擔心的, 我們有的是金銀, 送給他們, 這樣就可以入火了嘛, 是嗎? 沒錯, 既然這樣商量好了, 就事不宜遲, 吳先生, 你和劉堂帶幾個裝客, 擔了幾個東西, 去遠家安頓好先, 然後在陸路上來接我們, 我和公孫先生在家裡收拾好就來, 於是吳勇劉堂, 就將打接山神綱得來的金珠寶貝, 分成五六口裝好, 就叫幾個裝客來擔, 一起吃飯之後, 吳勇就將銅鏈藏在三袖裡, 劉堂拿著一把鋪刀, 押著幾個財物, 一行十幾人出發去石鐵村, 潮愷和公孫盛就在莊苑樹收拾了, 有些不願跟去的莊客, 就給錢給他們, 讓他們另外去找主人家, 願意跟去的, 就在幫忙打點財物, 包紮行李, 這些暫時不講他字。 現在說回宋江, 他飛馬回到住宿的地方, 綁好匹馬, 就連望去查坊, 那個何觀察, 正站在門口看著, 宋江就說, 真對不起, 搞到觀察等那麼久, 才有個親戚在鄉下來了, 講一下家務, 所以擔角了些時間, 麻煩鴨師帶我去, 好, 現在請觀察去衙門, 兩個人進到衙門, 知院時民兵正在大堂辦公處理事務, 宋江拿著那封密封公文, 帶著何觀察, 一直走到書案旁邊, 叫左右掛上一個迴避牌, 即是說, 有非常緊要的事, 不准來打擾了, 這樣的意思。 宋江就稟告說, 馮濟州府公民, 為了一件賊情的緊急公務, 專程派了七部市鎮何觀察, 送文書來, 知院接過文書, 打開來一看, 嘩, 有件這樣的事, 大吃一驚, 他跟宋江說, 這件是太師傅, 派了人來等著要回音的事來幫我, 這一幫賊, 即刻就要派人去捉之得。 宋江就說, 如果日頭去, 怕容易走漏消息, 不如晚上派人去捉好, 捉到潮保證那六個人就有下落。 知院說, 這個東溪村的潮保證, 還出了名是個好漢, 他怎會做出這樣的勾當呢? 於是, 就叫衛斯和朱同雷橫兩個刀頭來, 朱同雷橫他們兩個來到後堂, 接受了命令, 就跟元衛上馬, 回到衛斯, 點了馬步攻守和土兵總共百多人, 帶了河觀察, 還有那兩個魚猴, 讓他們去認明沒錯, 就捉人了。 當晚, 帶齊了成索兵器, 元衛兩個刀頭都騎著快馬, 每人都帶著妖刀弓箭, 提著撲刀, 前前後後由馬步攻守, 蓄擁著出東門, 向著東溪村朝家莊飛奔而去。 去到東溪村的時候, 已經是夜晚一間, 全部人馬都在一間觀音廟集合。 朱同說, 前面就是朝家莊, 朝蓋家裡有前後兩條路, 我們如果一起去打前門, 他就運後門走人, 朝蓋很厲害的, 又不知那六個是什麼人, 這段古都不會是善男信女來的。 而且那些傢伙又是爛命一條, 你說他們一齊判死殺出來, 又有一幫裝客幫手, 我們怎麼撐得住他們呢? 因此, 我們最好就是聲東擊西, 等那些傢伙亂捐亂撞, 我們就好落手了, 現在這樣, 我和雷刀頭分成兩路, 我帶一半人, 都是暴行去, 在他的後門埋伏定先, 我們用吹哨子做信號, 哨子一吹響, 你們在前門就一尾打進來, 見一個逐一個, 見兩個就逐一箱。 雷橫說, 這麼說是對的, 不過朱刀頭啊, 不如你和元衛相公在前門打進去, 我去截他後路吧。 賢帝, 你不知, 潮蓋間莊有三條活路, 平時我已經看過了, 記到實的了, 我去那裡認得了他的路數, 不用點火把我都看得見了, 你不知他出沒那些地方, 如果有什麼疏忽, 就不是講玩的了。 元衛說, 沒錯了, 朱刀頭, 你就帶一半人去吧。 朱童說, 我只要三十多個就夠了。 於是, 他領了十個弓手, 二十個土兵就先去, 接著元衛上馬, 雷橫就把馬部弓手都放在前後來, 保護元衛, 土兵就全部放在馬前, 點起幾十個火把, 拿著鴉叉, 撲刀, 劉克鑄, 歐蓮刀, 一起來到朝家莊。 還有半里路倒, 就走到了, 咦, 只見朝家莊一團火起, 從中堂燒起上來, 嘩, 灑時間啊, 燒到黑焰遍地就紅焰騰空, 又走了沒有遠, 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 雷橫有三幾十吋燒起火來, 含含聲燒到很猛, 雷橫一馬當先, 停著把撲刀, 後面那幫土兵就, 嘩嘩, 大聲吶喊著, 一起衝過去, 打開了莊門, 撲進去裡面, 咦呀, 那火啊, 照得好像日頭那麼光, 但是呢, 一個人都沒有見到, 只是聽見後門那邊大聲喊叫前面捉人, 哈哈, 原來啊, 朱童是有心要放走朝鈣的, 所以就故意哄雷橫去打前門, 而雷橫呢, 也是有心要救朝鈣的, 故此先頭爭著要來打後門, 但是他不夠朱童說, 就只有打前門,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就故意大驚小怪, 聲東擊西, 實際就是說, 喂, 朝鈣呀, 你快點走啦, 我來了, 當朱童來到莊後的時候, 朝鈣還未曾執拾完東西, 莊客見到就來報告朝鈣, 官品到啦, 快點啦, 快點啦, 朝鈣就吩咐莊客, 一美在四周放火燒啦, 他就同公宣城, 帶了十幾個要跟上去的莊客, 噢, 這樣吶喊著, 武器撲刀, 從後門殺出去, 他大聲喊話, 擋我的死, 被我的生啊, 朱童的黑影女頭大叫, 保證你別走, 朱童在這裡等你很久了, 朝鈣都不理她說什麼了, 和公宣城不要命地衝殺出來, 朱童虛閃一閃, 放開頭腦, 讓朝鈣衝過去, 朝鈣叫公宣城, 帶著那些莊客走先, 他自己來押口, 朱童就叫那些暴公手, 從後門撲進去, 還大叫, 前面快點去逐賊路啊, 那麼, 雷橫一聽見, 轉身就走出莊門外面, 叫那些馬暴公手分頭去追, 他自己呢, 就在火光之下東張西望, 弄成好似找人那樣了, 在後門那頭, 朱童撇開那些土兵, 拿著把刀, 一個人就去追朝鈣, 朝鈣一隻一隻一隻就說, 朱到頭, 你這樣追我幹什麼, 我沒什麼對你不住啊, 朱童看見後面沒有人, 他就說明給朝鈣聽, 他說, 保證, 你還未明白我對你的一番好意啊? 我怕雷橫死牛一邊頸, 沒有人前趕, 所以就哄了他去打你前門, 我就在後面守住, 等你出來就放你走, 你都見啦, 我放開條路讓你過去的嘛, 你現在不要遞書了, 就是只有梁山伯可以安身的, 朱童撇, 多謝你救命之恩, 將來一定報答, 朝鈣這樣就放心了, 這趟, 朱童正在炸家衣追著, 忽然間聽見雷橫在後面大聲地叫, 別讓那些人走掉啊, 朱童就對朝鈣說, 保證, 你不用幫了, 你有你走, 我自然會有法子整他回頭的, 於是朱童另轉頭大叫, 有三個賊人, 在東邊的小路撿走啊, 雷刀頭, 你快點去追啦, 雷橫真是聽話, 他馬上帶著人, 向東邊的小路追過去, 朱童一邊跟朝鈣說著說話, 一邊追著他, 實際上, 即是護送他而已, 朝鈣走得快, 朱童追得慢, 走走走, 在黑影裡頭就不見了朝鈣, 朱童炸底一下膝腳, 跌在地上來, 那些土兵在後面追來, 見到朱童跌在地上, 就立即上來扶起他呢, 朱童說, 唉, 黑漠漠看不到路一下踩歪了, 整個墊低, 還扭傷了腳, 遠慰就說, 被偵察走掉了, 怎算好呢? 朱童說, 不是小人不追, 確實是太黑了, 沒有辦法, 那些土兵又沒有幾多個是中用的, 都不肯向前衝的, 袁衛又叫土兵再去追, 那些土兵的心就說, 借, 兩個刀頭都頂不順, 不埋得身, 叫我們去, 有鬼用嗎? 大家都隨隨隨去追了一陣, 翻轉頭說, 黑漠漠, 都不知道他們運哪條路, 那些土兵, 那些土兵也追了一陣回來, 他心想, 朱童是跟朝蓋最老友的, 九成是他放走的, 我何苦做醜人呢? 我也是有心放他, 知道現在已經被追了, 這樣就好, 即是失了人情就是了, 朝蓋這個人也不是好欺負, 走了就算了, 於是他回來說, 從哪裏追得到呀? 這班賊佬, 確實厲害呀! 當袁衛和兩個刀頭 回到朝家莊的時候, 已經是四更天, 何觀察見到這麼多人分幾路追了一晚, 一個賊佬都捕不到, 就猛那麼身, 唉, 這趟怎麼回到濟州見苦運呢? 怎麼算好呢? 捕不到朝蓋, 另外, 袁衛只有抓了幾家隔離輪舍, 就戒回去運城縣了, 當晚, 知縣老爺一晚都沒有睡, 在那等著消息, 聽見那些賊佬都扔掉了, 只抓了幾個輪舍而已, 知縣就立即升降審那些輪舍了, 那些輪舍說, 我們雖然是朝保政左右隔離住, 不過遠的就隔兩三里地, 近的也隔離街巷, 她的家莊樹時時有些細槍沒有棍的人來, 又怎麼知道她會做出這樣的事假? 知縣逐個逐個審, 無必要審出下落來, 其中有一個是跟朝蓋黏著, 他就說,如果是要知道他確實的情形,除非問他的莊客就知道了。 知縣就說,聽說他家裡的莊客都跟他走了,也有些不願意去,還在這裡。 知縣聽了,馬上派人帶著這個住得最近的鄰居去營,走去東溪村俗人。 不用兩個時辰,就逐到兩個莊客回來。 審問的時候,那個莊客初時還想抵賴,後來捱打不住就招公說, 唉,最先是六個人看見的,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教書的先生叫吳學舊, 一個叫公孫姓,是個道士,又有一個黑黑的大隻佬,姓劉的, 至於其他那三個呢,小人不認識,是那個吳學舊約他們來的。 聽說,他們是姓縣的,在石蝶村住,是三兄弟來,靠打魚道日的。 知縣錄了他的口供,將兩個莊客交給何官賊,同時寫了一封長長細細的公文,呈送給濟州府。 至於其他的隔離鄰社,因為有宋綱在幫忙,都交保釋放。 何圖和警察押了兩個莊客,趕回濟州。 何圖向府運報告了朝蓋燒莊逃跑的經過,同時又將莊客的口供講了。 不過,府運就說,既然是這樣,拉白姓出來問過他。 拉了白姓出來,府運審問他說,那三個姓縣的究竟住在哪裡來的?說! 說!白姓抵賴吾過就招公說,那三個姓縣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縣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縣小五,一個是厭羅縣小七,都在石蝶湖村住。 還有那三個呢?叫做什麼名字? 一個是智多姓吳勇,一個是入文龍宮宣城,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堂。 知府聽了,知道了下落,就叫人將白姓押入倉,然後又吩咐何觀察,帶人去石蝶村緝捕這幾個人。 何觀察放了知府的命令,就回到機密房和大家商量呢? 那些警察說,喂!你這個石蝶村和梁山伯捕得緊,那些湖啊、蔥啊、茫茫蕩蕩、奴蕾水草啊一嵐二嵐,如果沒有大隊官軍、船隻人馬, 嗯,誰敢去那裡捕賊啊? 何圖聽了一嵐,嗯,這也是啊。 於是他又回到公堂品告給夫婚說,這個石蝶村湖博,是埃政梁山伯的, 周圍全部都是那些深港河沖、奴蕾水草,平常呢,都時時有些賊人在那裡打劫的了, 別說說現在還添多了那一班大賊在裡頭來啦,如果不出動大隊人馬,哪敢去捕賊啊? 夫婚說,既然是這樣,就再派一個有本事的緝捕巡檢, 怎麼多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起去緝捕呢? 何觀察得了命令,就再回去機密房, 照答所有的警察,挑選了五百多人,就叫他們回去準備兵器雜物。 第二日,那個報道巡檢得到濟州府的命令,就和何觀察點起五百名軍兵, 會和那些警察一起去石蝶村。 現在說回朝蓋和公宣勝, 他們自從放火燒了莊園,帶著十幾個莊俠, 即是他經常揭穿,在半老呢,就遇見阮家三兄弟都帶著兵器, 走來接應他們回家。 他們七個人都住在阮小五間莊樹, 當時,阮小二也將他老婆搬來胡博裏面。 會齊之後,他們七個人就商量他投奔梁山博這件事。 不用說,現在,在尼家道口有一個人叫做漢地忽律諸鬼, 就在那樹開酒店來接納四面八方的好漢, 但凡入火的,都要去投奔他先。 我們現在安排好船者,將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擠一隻船鼠, 去到了,就送些禮物給他,請他介紹我們上山。 大家正在商量如何投奔梁山博, 忽然間有幾個打魚人走來報告給他們聽說, 帶隊官軍人馬飛奔離村啊。 朝蓋站起來大聲地說, 那幫家伙追來,我們不要走。 阮小儀說,不要緊的,等我來對付他們啦。 我要叫他們大半跌落水浸死,一輩半就砍死他們。 公孫勝說,不用慌的,大家看看頻道的本事這趟。 朝蓋又說,樓堂兄弟,你和學舊先生, 將財富行李,妻兒老小,都裝了下船先, 一直撐去李家道口左手邊等著。 我們看看官軍來勢怎樣,隨後就到啦。 那麼吳用劉堂呢,就每人都押著一隻船, 叫七八個伙計來爬,一直去李家道口左手邊等了。 跟著,朝蓋又吩咐阮小五、阮小七, 叫他們撐著艇仔,要這樣這樣營地。 那麼他們兩個聽了之後,就各自爬艇去了。 現在講一下河圖和那個報道秦鉗, 他帶領官兵上下來到石蝶村, 總之見到浮頭有船彎在那裡,全數搶了, 命令色水性的官兵下船,爬船去, 其餘的人馬就走路去,正是水綠並進。 好了,去到阮小二屋企, 噢吼,一起吶喊,就撲入屋了。 誰知屋早就沒有人了, 噢,裏面只剩下些操縱傢俠。 河圖就叩咬東西了,他說, 將附近那幾家打雨腦逐起來。 噢,遠小五、遠小七都在湖泊裡頭住的, 沒有船也不能去的。 河圖就跟那個報道秦檢商量了,他說, 湖泊裡邊很多河衝的,那些路很雜亂, 而且那些爛塘水哄又不知道深淺。 如果分散去捉,又怕中了那幫賊老的奸計。 不如這樣吧,我們將那些馬匹都留在村裡頭, 叫人看著,所有人都坐船去。 商量好了,一如這樣說吧, 河觀察、報道秦檢, 和那幫官差兵兵全都下船。 當時他們拉到的船, 整百隻都不止,撐的又有,爬的又有, 都一起去遠小五那間漁莊。 大概走了五、六里水路, 忽然間,聽到那些盧偉林裡邊有人唱歌仔。 大家停住船靜耳聽一聽, 知道歌仔是這樣唱的。 打魚一世撩兒娃, 不種青苗,不種馬, 酷利莊官,刀殺盡, 忠心報答召官家。 何觀察他們一聽到, 哎呀,人人都荒曬。 這個時候,只見遠遠有個人, 一個人罩著艇仔,唱著歌過緊來, 認得的人就說, 你,你,這個人就是遠小五啊。 何圖就把手一握, 大家都出力地爬前去, 人人都撿著兵器, 擺好姿勢, 就準備做遠小五了。 只見遠小五笑著來罵他們說, 呵呵, 你們這幫殘害百姓的賊官, 真是這麼大膽啊, 居然敢來做老爺啊, 豈不是想來懵老虎嫂? 好, 在河圖背後, 有些會射箭的, 彎弓搭箭一起射過去。 遠小五見到射箭過來了, 好, 握著一支繞, 一個關斗乒乓, 一聲就跳下水, 等到官兵爬過去啊, 呵呵, 遠小五都不知道去哪兒了。 捉不到遠小五, 又走了, 走了不到兩條河衝, 只聽見在奴花檔裏頭有人吹哨子, 那些冠軍就馬上把船擺開了, 只見前面有兩個人, 船頭有個人站在那兒, 頭戴青竹帽, 身披綠梭衣, 手拿著筆換槍, 又是唱著歌, 老爺生長石揭穿, 品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河濤巡檢手, 京師獻與趙王軍。 河濤他們聽了, 又吃一驚, 認得的人就說, 其實船頭那個人就是遠小七了。 河濤大學的聲音說, 大家要合力向前, 逐一轉這個賊先, 不要讓他走掉。 遠小七聽了, 就笑起來說, 你們這個賊官, 將一枝槍一點, 那艘船倒轉頭, 向著蔥仔吹聲地走。 那些冠軍, 呃, 追呀, 大聲喊著, 追過去了。 遠小七和那個爬船, 飛那麼快罩著艇, 嘴還吹著FITFIT, 河衝著轉來轉去, 一尾走, 那幫官兵追呀, 追呀, 追呀, 追追呀, 見到他們衝越來越窄, 河濤就說, 停住先, 彎好船, 大家上岸, 上岸, 看, 嗯, 茫茫蕩蕩, 一片都是爐尾嵩, 根本是看不到有汗爐的。 河濤的心很思疑, 插不定主意, 就問在當地住的那些人, 那些人說, 小人雖然說在這處住, 也不知道這裏有這麼多地方。 於是河濤就叫人爬兩隻艇仔, 每隻艇都去兩三個警察, 叫他們去前面探路, 怎知道, 一去就去了兩個時辰有得, 還不見回來。 河濤說, 這班人真無忠用, 再次派了五個警察, 又爬兩隻艇去探路, 哈, 這幾個警察, 爬著兩隻艇, 又去了個幾時辰, 一樣不見回來。 河濤就說, 這幾個都是當了很久警察的啦, 平時還沒睜眼站, 爬著兩隻艇, 爬著兩隻艇, 也不會爬著艇回來報告消息的呢? 你住一群官兵在這兒等著, 每個都是盲摸摸的嘛。 這個時候, 天眼看著快夜了, 河濤的心想, 在這裏來丟掉並沒有收的嘛, 不, 還讓我自己親住去走一趟才行。 於是就選了一隻快艇, 選了幾個認真有經驗的警察, 大齊兵起,五六個人爬艇,河圖坐在艇頭上,向盧偉蕩蕩裏面罩過去。 當時已經是日落西山,爬了五六里水路, 見到岸上有一個人擔著床頭走過來。 河圖問他說:「喂!走著那個人啊!你是什麼人啊?你是什麼地方啊?」 那個人就回答他說:「我是這條村耕田的,你的書叫做床頭溝,前面沒有路的了。」 喂!有沒有見到兩隻船來過啊? 哦!是不是來捉遠小五的呢? 你怎麼知道是來捉遠小五的? 嘿!他們正在前面那座樹林裡打著啊! 蛤!你這條村還有多遠啊? 咦!走在前面而已,你這條村看得見啊? 河圖聽了就叫賣岸,要接應了。 他派了兩個警察,帶著兵器上岸。 誰知岸上那個人舉起床頭, 將這兩個警察一床頭一個,打個關斗滾下水,報了燒。 河圖大驚啦!急急跳起身,正說想上岸。 嘩!怎麼知道這船是自己會走的! 當了開去啊! 河圖又怕又急啦!忽然間, 又一個人在水底捐了上來, 一手拿著河圖兩隻腳,一啪! 嘩!一聲,整個蹲了下水。 船上面還有幾個人,想說逃命啦! 就走不掉了! 被那個人抓著床頭的人追上船, 一床頭一個就順著打過去,連老章也打得出來。 那個河圖被水底那個人拖著腳,拖著上岸, 就將他們的腰帶解了下來,將他綁緊。 水底那個人就是阮小七, 岸上抓床頭那個,不用問阿桂了, 阮小二。 他兩兄弟,看著河圖就罵他說, 豈有此理,老爺三兄弟從來就喜歡殺人放火! 你這個家夥算了什麼呀? 居然這麼大膽帶著官兵走來抓我們! 好漢呀!好漢呀! 小人不過是,不過是奉了上司的差遣, 不來不得的! 你們可憐一下小人, 家裡還有個八十歲的老母,無人殲養! 麻煩你們手下留情, 你留回小人的命呀! 哼!來啦! 將他扎個果精重先, 扔下船倉先吧! 然後, 又將船上那幾個死屍都扔下水, 噓咕咕咕吹了一聲口哨, 在盧偉林裡頭, 捐了四五個打魚佬出來, 都上了船, 遠小二遠小七, 一人撐一隻就撐出去了!